大家好,我的中文名字叫王子文,来自苏丹,是西北西方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。 我第一次接触汉语是2016年在苏丹卡图木大学工资学院。 通过努力,我顺利通过了HSK五级考试,学好中文需要目的与环境。 2023年9月在国际中文教师养学金项目支持下,我来到了中国南州西北西方大学。 来到中国后,我更加努力学习、专业知识,参与各种文化活动,不断与中国同学探讨和交流。 令我非常难忘的是,2023年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汉语研究生汉语教学威客大赛。 我们团队的作品,我们团队的作品,看中医别件外,从获特兰奖,该作品以在华留学生在中国看中医的视角为切入点, 让留学生在切身体验当代中国博大精神的中医文化中学的知识、识的文化。 我也通过实践参与,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和热爱。 中国一带一路,倡议提出十多年来, 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。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有史上对中文产生了浪厚的兴趣。 学好中文不仅仅是获得一种语言能力, 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, 还开过了学识者的眼界, 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多重选择。 毕业后,我可以选择回到苏丹, 继续从事国际中文教师, 培养更多的中文人才, 也可以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, 成为一名中阿翻译, 学习中文成就了我的未来, 让我的未来有了更多选择。